侯雅靖,32岁,华北科技学院英语专业,本说 大家好,我叫侯雅靖,来自北京 毕业于华北科技学院英语专业 做过英语教师,编辑助理和机关行政 今天酷爱漫画,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和漫画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雅靖 你是特别紧张吗 有一点 到底是有一点还是很 很吧 就是不用那么紧张 刚才你说自己是学英语的嘛 对吧 但是你刚才做的三份工作几乎都哪都不爱哪 对吧 英语教师,然后又做过编辑助理 还做过行政 对 这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 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我最终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 我想要的 我想去做的事业 你想要做的事业是什么 漫画 漫画 这个漫画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从小我就喜欢漫画 但是父母就反对他们认为是贤书 是骇人的书 所以说就给扔掉撕掉 就是不让你看 我从小就由于家人的反对 我就没有选择走上艺术之路 那么你又怎么觉得漫画就是你未来的事业呢 我只有画画的时候 我可以忘掉时间 忘掉什么 所有烦恼和忧愁 你现在还画吗 在画 我现在就有作品 二百页的一个我自己的漫画的算是一个册子 今天 好 谢谢 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 这是自己的漫画作品 对不对 对 就这个吗 这个是2007年 是我在大学任教的时候 利用业余时间和闲暇时间画的 看一下 不要离开我 侯雅静的画 你画的就是黑白的是吧 对 就是画的黑白的 来 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各位 雅静呢 爱画小画 爱画小人 对 然后所以你是今天是希望能够找到画小人的工作 是 职业画小人 就是画小人 但是有一个问题 雅静 你有没有考虑过 比如说 哪些企业会有职业画小人的工作呢 插画公司 或者说动漫公司的上线 那你有没有去找过呢 找过 基本上简历投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回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 那些公司会更倾向于 录用更专业的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 石沉大海 是简历石沉大海 你有没有上门去毛髓自建过 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动漫公司 对不对 找没找 上门 没有 为什么呢 不敢 为什么不敢呢 你都敢来这 其实说句实话 不是我敢来这 是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投了简历 然后没有想到第二天 咱们非你没手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来面试吧 我就觉得 我像在做梦一样 我就来了 我就觉得 哪怕我上当了 受骗了 我也值得 但没发现 发现 发现这是真的 雅静 我发现你是一个生活在梦幻里的人 就和你说话吧 我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是 我的思维 第一呢 你很 你说 你说 对不起 你说 你说 要不我说吧 提你一个件 我觉得我们用你 包括你去一个公司 其实也不会那么幸福的 如果你真的想 想做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代 并不是说 只是坐在家里话 也不是说投简历的 你要学会营销你自己的 要通过 比如说 就包括博客 包括微博 把你的 把你的东西亮出去 好 得到大家的反馈 这个真的重要 小张这好问题 你有没有把你的东西试着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让别人来找你的 试过了 放到网上 用着 你不能光放到网上 是吧 你还用什么方法 推销过 我在当英语老师的时候 我把这些书 在校园里给大家发 那个 那个书的钱是谁出 我自己出 收 本来是想收钱的 但是发现学生们 不买 学生不买 所以说最后呢 凡是我班上的同学 一人一本 就这样发出去了 你做完创作之后 就这么发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 就是你的快乐 对 收钱不收钱 无所谓 想收 但是我知道现在的水平 还达不到 就是说 去 把它变成 就是 它达不到 是一件商品的资格 就只要和漫画有关就行 对 那现在有两份工作 摆在你的面前 假如 一份是把企业理念 变成小人加小人 一份工作是去一个漫画频道 去做漫画编辑 哪个更是你内心的呼唤 漫画编辑 我解释一下 这个企业它需要画小人 其实如果要是雇我一个人的成本的话 说句实话偏高了 他完全可以说 当他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去按张 按篇幅 来去找一个动漫的插画公司 你操心操的推一朵 第二点 这是什么成本啊 成本是多少 估计 我的成本 在石家庄的话 我的老家石家庄的话 工薪2000以上 在北京的话 4000以上 那你想象就是说 因为在座各位 各位都不是专业搞漫发的 对 你想象去哪个企业 是专门给你一个岗位 是做漫发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要听 那就只有那个建议了 就是给企业做一些内部的这个美工啊 这个偶尔画画漫画 姚总 比如说 您现在我站在舞台上了 您看到了我的才华 但是也许有您 那个公司就有一些员工 他是有类似我这样的才华的 只不过是没有被您发现 也许您在一次公司活动上 您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人才 那时候你都不需要另外再去聘一个人 你就可以把他的才华施展出来 然后你还节约了成本 挺好吗 而且还鼓励了他的积极性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拼命阻止大家要他 而且还能让这个人对自己的公司更加有归属感 稍等雅静 你今天真的是来找工作的 还是为各个公司怎么省人提供建议的 咱们现在再拟确一件事 然后大家就要做选择了 今天咱们就是要找 和漫画有直接关系的工作 对 如果是去企业 画小人 画不画 画 但是第一选择还是和漫画直接相关的工作 对 对不对 对 好了 来12位 初始判断 去或者留 12位选择 这位离开 一位离开 11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陈浩 那个是这样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呀 想过 就是 进死 您说 您说 近三五年 我想达到的目标是先出第一本的漫画作品集 就是能够真正达到出版要求 并且出版社能认可 的确能获得盈利 这样 陈浩你说的有点绕 我直接看着我 想没想过 三五年之内 咱们今天不是找一份工作吗 职业生 职业往上走的通道 有没有想过 五年之后 我能够再怎么怎么样 在我的工作上 八年之后在工作上 怎么怎么样 有没有想过这个 想过 我就想在一个动漫公司当画手 永远画画 就像张绍刚老师刚才说的 我是一个活在梦幻里的人 漫画就是我的食物 如果我没有食物我会死掉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漫画就是我的现实 我倒是建议各位的这个boss呢 要考核一下他的什么 就他的想象力 因为他现在的投入和痴迷 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也挺有逻辑性 本来画漫画这件事 是个右脑的空间思维 这个图像思维 你们看他的这个潜力 其实潜力就在于 他到底有没有想象力 有没有一种交响能力 把一种概念转化成 一个形象型的东西 好 把抽象东西变成感性东西 这样这样 我给你出道题啊 打敬 现在最流行的词幸福 幸福 幸福啊 就是你现在用上四格 或者是六格的画 画幸福 好吗 好 你大概会画 会往哪个方向上去想 每天早上醒过来 起床 看漫画 第二幅 画漫画 第三幅 第三幅 给孩子 讲漫画 第四幅 第四幅 跟孩子一起画漫画 第五幅 第五幅 等我和我的老公老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的孩子 把这个动漫事业做得很大 做到国际上 去赚全世界的钱 让我们中国的动漫 胸体 不 那个 不不 你这个 你知道刚才杜奎所说到的 想象力 和你说到的最后 归结到口号式的这种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个 这样我问个问题吧 跟商业 跟企业 稍微有点关系的啊 因为58是一个网站 一个神奇的网站 我们提供很多服务 也不容易讲清楚 58到底是做什么的 就如果用漫画来表现 比如说我们在报纸上面 我们用漫画来表现 然后你家一看这份报纸 看一份杂志 就知道我爸是做什么的 你会怎么来体现 就体现你这个 就完全你来创意 刚才的那一篇考题翻过去了 那一篇叫做逻辑 和我的理想 现在咱们这个 就跟那个艺术类面试一样 我们现在就考想象力 好 神奇 咱们现在在一个都市报纸上 做广告 这版交给你 那个 阿拉伯的神灯的故事 从神灯里可以蹦出神奇的梦幻 这个魔兽可以满足你任何梦想 58同城 就是这个魔兽 是这个精灵 说错了 精灵 你就把刚才那个 那个阿拉伯那个 你画面画面是怎么排版 讲讲 您的产品是什么 我要把它摆到最显眼的位置 随便 我把那么多经营的品类 租房子找工作二手 你随便选一个品类 您的盈利 最大的那一部分 不讲盈利 就讲怎么吸引用 别看 你别操 你别操他们的心 你老管 就你到了一个企业 你老问 你盈利点是什么 你一定把你的盈利模式给我 就你知道 雅静你现在我越聊越发现 你身上很矛盾 就说你 你到底 你的长处 到底是在画漫画 还是在构思创意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您要是问我创意 我创意的确不是很在好 知道了 12位 有一位离开 现在还有11位 现在其实 求职者的意思表达 已经非常清晰了 而在能力上 就像杜奎老师所说 理性思维其实挺强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又爱漫画 真是爱漫画 有很多的想法 现在到了大家选择 去或者留的时候了 雅静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们觉得 这个机会 给之不给 选 谢谢 六位留下来 听一下六家企业提供的职位 现在缺一个 就是你可以 连续十个小时 画你想画的漫画 你可以把你要画的漫画 带到梦中去画 就是你 四小时画都可以 而且给你两个元素 一个是画你想画的 第二个是画公司想画的 一个是带于创作性的 一个是带于执行性的 所以都能满足你 这个职位叫什么 就是漫画教研 漫画专员 好的 来自华裔传媒 来360游戏流量 所以我给你这个岗位 就是漫画频道的编辑 你可以每天看所有的漫画 好的 来 帅康 我提供的这个职位呢 就是叫高级漫画师 不叫设计师 就是漫画师 漫画师 好的 来自帅康集团 来 装 学生通过我们的培训 出了国 或是通过我们的服务 出了留学 那么 我们也是想 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故事 有时候 他们会写一些文章 或者说 有不同的 这个展现的一个方式 但我希望你能够做的 是通过漫画的方式 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们的职位 也是漫画师 来 苏巴酒店 职位就是在我们市场部的 文案编辑 但是是 主要以这个 平面设计和漫画 和这些动漫为组 来 优胜教育 因为我们对内对外的教材 跟漫画的工作量 我们90%是外包的 所以你要来这活是干不完的 那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全国研发中心的 一个漫画编辑 好 全国研发中心的漫画编辑 因为它也会有很多的教育产品 需要有研发的漫画编辑 来 深思熟虑之后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谢谢您 再见 徐昭 谢谢您 再见 刘庄 非常感谢您 再见 紫健 再见 刘庄华 非常感谢您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 360的游戏和优胜教育 谈钱不上感情 我们就现在这个编辑的待遇相对来说 在公司里属于比较低 大概只有4000元左右 但是我们的福利条件非常好 请问工作地 在北京 谢谢 陈总 那个4000 这是底薪部分 那绩效 就是你转动以后会有绩效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不光要想 我心仪的工作 还要想 其实它更符合我的 能力的工作 懂我的意思 懂 思好一下 认真想一想 大静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360游戏 还是优胜教育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优胜教育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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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